在许多电视剧或小说中,我们所熟知二郎神,最大的特点它与其他人不一样的是,它有第三只眼,并且可以看眼睛可以看穿世间的一切,这样大大增加它法力。 而这种特殊的技能,仅限辨识剧或小说之中,其实并不是,最近科学家发现了人类其实存在第三只眼睛,该说吧并不是凭空捏造的,而是有一定依据的。 在上个世纪,一位来自希腊的科学家,在远古的山洞中,发现了一只头骨,经过他一番的研究发现,该头骨上的两只眼睛骨矿中,居然还存在另外一只骨矿。 经过这个事件后,科学家就反退出,在古老的文明前,肯定有不少的动物是存在第三只眼睛的,相继又照其他动物远古化时上,看到第三只眼的存在。 经过多次的事件,科学家得出来的结论时,第三只眼不仅存于人类,动物也有,只不过经历过漫长的岁月,人类慢慢的精华, 最终演变人类用肉眼看不到的松果线体,最终存在我们人类的脑门上了,而这个松果线体是人类最奇特的线体,它是不可以替代的。 其主要的作用就是对外界的光具有较强的敏感性,以及与人类力言不仅仅相辅相长,这些东西人类是没有办法通过肉眼看到的。 有意思的是,当人类处在一个湿度较强的环境下,该松果线体就会分泌更多的松果激素,从而调节了全身的激素下, 使得人类的体内的甲状腺激素以及肾上腺激素释放量下降,最终人类会造成严重疲倦,就像是几天几夜没有睡觉一样,因此有第三支也并不是好事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 seems 此 非议益本频道! 古兹